等会下山的时候怎么办呀 谁来救救我 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海拔4400 1.2米的这个崖口地方 刚才真的是开到我腿软 浑身都软 现在想想都有点害怕 这可比那个 温暖可要冷多了 但是这个地上他们应该是撒了那个消雪剂 让大家看看这个牙口 这儿没有人 然后就 就我一辆车 我刚才开上来 我真的是 我这会感觉我整个人都软了 软掉了不是因为高反的原因 这会还好 这个是穆雅高尔寺 现在看一下这两边 这是他们一个寺庙 四周白茫茫的 真的除了看到那些高压电线杆之外 真的看不到什么东西了 我感觉 大家先看看 在我身后是这个穆雅高尔寺寺庙 我现在位于高尔寺山 在这个海拔四千四百一十二米的地方 这里 没有人 没有车 天哪 这个地方 看起来没有太阳 但是现在就是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现在整个晒得好热好热 但是 但是看不见太阳 而且我现在脸也在发烫 我准备带他下去转转 然后我发现 每到一个这个地方 他已经 现在兴奋不已 看到没有 这个 这我刚走的这个路 我刚走那边看看 这个我还得要沿着这个再走回去 哇 这个雪太厚了 太厚了 哎呀 柚子已经整个都趴进去了 柚子 没有降过这么大的雪吧 哎呦我的天哪 哎呦 我都下来了 妈呀 哎呀 走走走这边 天哪 看 这个雪厚的 我整个半条腿都进去了 打气干的地方 哎哎呦 哎呦 天哪你慢点慢点慢点 你看把我抓下来了没 他的劲儿有点不大 啊哈 啊哈 过来 我刚才一路开上来 简直是惊心动魄 让我浑身发软 太害怕了 我等会要从这个地方 继续往下走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谁来救救我 哦天哪 我刚从那儿下来 就遇到了这儿 看这儿路 这儿有个大水洼 还好还好不是很深 这儿有一个高尔斯山景物站 大家看一下这个路面 是不是在冒热气 这因为虽然这云层比较厚 看不见太阳 但是这个泽埃均的非常强 然后这块外头现在的温度 达到十几度 那中间这块地面已经干掉了 然后我的脸现在这会儿发烫 特别热 刚才应该是被晒伤了 这儿有个车怎么了 这边怎么过呀 这边右边好像应该可以过 还好这个路比较宽 可以过来 我现在到了哥尔斯山的第二个崖口 这是第二个崖口 跟这边的高度应该差不多 然后地面大家看一下 这边的水坑 泥坑特别多 这块我就不打算停留了 因为这外面在下着雪 我怕走晚的话会不安全 前面看不清了 感觉好危险 这有一路下坡 可比刚才爬坡的时候 难得多 我最后有点小紧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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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现在下山我来看一下 都是这种泥路 而且是坑坑洼洼的 都没有一点那个白油路 确实实在是操心了 尤其是过那个弯道的时候 我感觉我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总感觉快掉下去了 这个车主要太高了 而且趁着偏重一些 稍微有坑坑洼的地方 这就开始摇来摇去 我现在刚下到 还不到半山腰吧 下落了一点 大家看到没 我身后 我刚才就是从那个地方 那个上面那个崖口 然后沿着这个以前的这个老路 然后一直下到这个地方 我现在把车停到这个比较宽一点 这个路路上停一会儿 因为我现在整个人都有点软 我腿也软 我休息一下 再继续赶路 我给大家看一下 看到没 我身后 我身后 这是一个 我感觉可以形容成万丈悬崖 真的 好高 这个路 看真的非常的烂 这个地方 真的一不小心的话 就会 这个时候我就不说了 这个地方 非常的险峻 不建议各位朋友走这条老路 来西藏的朋友还是尽量走新路 我这是为了带大家领略一下 以前的这个路的凶险 才今天才走这条路 给大家继续看一下这些老路 因为不知道 有再过了多少年 这些老路可能最后都没有了 好了 我现在去车上休息一下 然后继续赶路 今天走这条高二山 这条老路 这个大大白丸子 给了我80%的信心 有吧 20% 是因为我个人原因 我有点腿抖 确实 他这个车 怎么说呢 个人感觉 比我的大大白丸子 要好太多了 尤其是走这种路 他在抓地力 而且还是他是那啥 后驱的 双胎 确实走这条路 是安全感 是有的 我现在要走这条 特别危险的这个弯道 因为这个弯道 或许 那个坡比较抖 我得慢慢走 大家看到上面呢 那就是我刚才下来的那条路 现在我在下坡中 还好这个车的刹车 比较耗石 这路面看起来也比较滑 大家好 我现在终于从那个高二四山上开下来了 终于下来了 真的是让我开了一路的惊险啊 现在看到没有 这个条是老路 然后在我上面的这块 这是一条新路 然后那一块是那个隧道 我开老路 花了大概三个多小时 然后才翻阅的这个高二四山 然后但是这个 如果大家走这条新路的话 只需要十几分钟 就可以 呃 穿过这个地方 我刚才还看到了两个那个 呃 房车 好像是B型的房车 一辆粉红色的 一辆白色的 呃 那个白色的好像像我的那个大白丸子 然后他们就走的是这一条 就走的这条新路 好了 终于到 地下了 我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大家给我点点赠吧 鼓励鼓励 有请大家 好